另外也會在地獄 好 還有呢 現在又另外一批救人被鬼插著 又從高處丟到黑河地獄去 所以你看他們就是在輪迴 一批一批的 對 那之前那一批咧 又重新再排隊 再重新排隊在那個 那他們排隊就有機會去反省啊 就不像剛剛那個沒得反省啊 他們現在排隊的狀況下好像是 痴呆狀態 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是有點空亡的狀態就對了 傻傻的就跟著排隊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的思考 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的思考 對 還有嗎 還有嗎 然後他做福報的話 那他就是可以有短暫的時間 可以好好去懺悔 對 後來他們根本沒有辦法去做懺悔 因為他今天只要有個真心的懺悔的話 他的刑罰罪罰就會減輕了 但是他並沒有辦法去懺悔 因為他們整個是好像傻掉了 對 沒有辦法去思考的 對 我大概了解 有時候好像人世間的痴呆老人一樣 我大概了解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在幹嘛就對了 但是他們卻很清楚知道自己在痛苦著 只要開始受罪他們才是清醒的 受罪的 在排隊的時候 都是黃身的 都是黃身的 只要開始受罪他們才會有完全的清醒 可是在受罪的狀況之下也不能懺悔對不對 沒辦法 只能去承受那個苦就對了 對 因為他們所有的思想 就是害怕 就是痛苦 哀嚎 根本就不會去想到要懺悔這事情 你現在在那個境界 你這樣看那麼多你會不會怕 不會 你不會覺得很恐怖嗎 會 會齁 那像你剛剛講的就是說 在世的親人做這個福報 那他有多少的時間可以去做這個懺悔 他可以有多少的時間 短暫的一分鐘 才短暫的一分鐘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唸了一部地藏經回向給我這個親人 那他收到的話他就是只有一分鐘 不是這樣子嗎 是這樣的比例嗎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甚至不經的功德 會讓他短暫離開 當時所受的罪業 所受的兵器 在那當下 只要他誠心的為自己 在生的時候所造的業障 成心的懺悔 嗯 是可以縮短他在地獄的時間 對 但是我是想知道說他有多少時間可以去懺悔 他有多久的時間可以有那個空檔期 他說一部經 雖然 一樣 但是所送職的人 他的誠心 很勤奮 會使功德力 有差別 哦 跟誠經的人有關 對 哦 所以自己送只要有那個誠心 那個力量會大於任何一切 如果送經時 是戒殺 吃素 嗯 往生者 他暢如的時間 會多一點 哦 了解 嗯 雖然只是呼緣 嗯 不是懶散 會把這部經送完 嗯 罪人 還是會有一分鐘的懺悔機會 嗯 嗯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 如果他當下的這一分鐘的誠心懺悔 可以減輕他多少薪責 我們是以年呢 還是以 我不知道那個他是用什麼樣在思維 基本說五百萬年 五百萬年 對 一分鐘可以減少五百萬年 如果他是誠心懺悔的話 是 可以消除他五百萬年的罪业 五百萬年 如果一人世間的算法是多久啊 紀公司服說半天 五百萬年是半天 哦 在地獄 對那些眾生來說 有不好是半天 那我想知道是說他們這些 他們在這邊受罪大概都是受多久的時間 紀公司服說千萬億劫 千萬億劫 所以五百萬年 千萬億劫 劫跟年又不一樣 那個算吧 又高 好像有個說法 好像一劫是幾年嘛 對不對 對 好 大家知道 還有嗎 然後 我就可以把血給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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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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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 abandoned 你在封為死 我